拔掉一颗牙齿就能赢得5000奖金 这个奖金真的这么好拿吗 四个男孩分成两队进行比赛 通过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获得每次拔牙的数量 比如主持人问 三角龙有几只脚 如果你回答 正确答案是两只 那么二和三之间的差值 就是你拔牙的数值 在鳄鱼的嘴巴里有一颗坏牙 如果拔掉坏牙就会被它吃掉 而幸存下来的一组就能赢得奖金 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主持人问第一组 七星瓢虫身上有几颗形 男孩想都没想 回答七颗 没想到他竟然答对了 接着问第二组 牛有几个胃 小黑同学自信地回答 三个 主持人说 那另外一个是被你涮牛肚吃掉了吗 所以他们必须去拔掉鳄鱼的一颗牙齿 小黑上去就拔掉一颗 很幸运 两人可以安全返回 接下来轮到第一组 主持人问 八爪鱼有几个头 一旁的小帅哥想都没想 直接回答六个 答案是九 所以他必须去掉三颗牙齿 两人同时拔掉一颗 还剩一颗 小帅哥蹦起来拔掉一颗 很幸运他们没有拔到坏牙 接着又轮到第二组 问题是斗地主的纸牌游戏需要几个人 小黑兴奋地回答 两个 答案是三 所以他们需要拔掉一颗牙齿 小黑站上去果断拔掉一颗 两人安全返回 又轮到第一组 科比一共拿了几次总冠军戒指 身为他的铁杆粉丝 毫无疑问 他们回答正确 是五次 接着又轮到第二组 这次问题是 大象的嘴里有几颗牙 队友刚想回答 小黑赶紧制止了他 自信达到是八 然而答案是四颗 所以这次他们要拔掉四颗牙齿 小黑上去就拔掉一颗 队友也拔掉一颗下面的牙 小黑很快拔下第三颗 结果他们被淘汰了 就这样 第一组的两个小伙伴 赢得了比赛 得到了五千奖金